就靠这两个视频上个月获得播放量1000多万 也成功涨粉十几万 今天我又做了一遍啊 证明很多朋友还是喜欢看一些不一样的做法 首先第一道菜是韭菜炒鸡蛋 我们一定要选用这种小叶子的韭菜 洗干净以后给它切成比较短的寸段放入筐里面 然后再切点大蒜片放在一起 再来一把干辣椒 直接在上面搞一勺盐 再来一勺味精 再来一勺鸡精 碗中打入四个鸡蛋 用筷子充分的给它打散搅拌均匀 一定要把锅烧到很热 然后加入稍微多一些植物油 勺子推动让油受热均匀 用满锅壁 同时能让油加快升温 把油温升高升到八九成热左右 然后把搅好的鸡蛋倒入锅中 鸡蛋遇到高温瞬间膨胀 非常的漂亮啊 然后给它炸个七八秒十秒左右 就可以倒出来控油 备用 不用洗锅 重新加一点猪油在里面 再加一点菜籽油 菜籽油加猪油炒的菜更香 更好吃 更滑口 一定要把油温升得很高 然后准备半勺清水 然后左手拿菜 右手拿水 同时下锅 保持最大火力给它来一顿猛如虎的翻炒 这里需要注意一定要用大火啊 大火炒韭菜才香 炒了十秒钟左右 把炸好的鸡蛋倒入锅中 同样保持最大火力 翻炒十秒左右 出锅 装盘 一道非常简单美味 而且做法不一样的韭菜炒鸡蛋制作完成 下道菜更精彩 洋葱炒鸡蛋 大家接着往下看 我们一定要选用这种比较扁的母洋葱 母洋葱要比公的洋葱香很多 给它切成丝就可以了 切好的洋葱丝放入盘中备用 这里我会加一些青线椒 在里面增加辣味 特别能吃辣的 可以用红色的小米椒来代替 给它斜刀切成马耳朵状就可以了 切好放在一起备用 碗中打入五个鸡蛋 用筷子充分打散搅拌均匀 打鸡蛋的时候筷子一定要挑起来 让空气涌入蛋液中形成气泡 和前面的操作是差不多的 往锅里面加入稍微多一些植物油 当油温到达八九成以上左右 我们倒入嚼好的鸡蛋给它炸熟 大约炸了八九秒左右 就可以倒出控油备用 不用洗锅 倒入刚才准备好的洋葱和辣椒 先用中火给它翻炒五六七八下 把洋葱辣椒炒到断生 可以从锅边加一点昏油 加点昏油炒得鸡蛋更香 更滑口够好吃 中火炒了一分钟左右 开始调味了 加入半勺盐 增加底味 再来半勺味精 再来半勺鸡精 增加鲜味 同样是中火给它翻炒五六七八下 让调料均匀化开 把炒好的鸡蛋倒入锅中 再加一点白灼汁 再来点芝麻香油 转最大火力 给它翻炒个五六七八下 可以像我这样 用这种悬锅的方法 可以把菜炒得更香 更有锅气 更好吃 出锅 装盘 一道非常简单美味 而且做法不一样的 洋葱炒鸡蛋 到这边 全部制作完成 你都学会了吗